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应该如何保护呢 比如在94年到97年故宫周边52米宽的桶子河和城墙中间 两侧单位居民请到的垃圾已经堆到了水面上 三年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 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桶子河变得必不当药 一座历史性城市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两者才能相应成规 这一天我们无比激动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大家共同努力下 我们已经把一个壮伪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六百年 2004年高高历王城王林贵珠墓葬申报世界遗产成都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 2006年河南的殷墟 2007年广东的开平碉楼与春落 2017年福建厦门的古努力 2019年当梁珠古城遗址申报成功之时 中国就一跃成为了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